其实啊 叶青梅早就有了这种奇怪的想法 感觉这个何家荣和林雨 是有那么的相像 说话的语气啊 神情啊 动作呀 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如果不是他们两个长了一副 不同的面孔 他都要误以为何家荣就是林雨了 等到扫完木之后 两个人也没有急着回去 路边散起步来 叶青梅一直低着头 似乎想起了一些痛苦的回忆 深情特别的感伤 叶老师 有什么话 你可以和我说说呀 林雨主动提了一句 有些话说出来 比闷在心里要好受得多 没什么 就是有些像我妈了 叶青梅有些苦涩地笑了一下 我一直有种很幼稚的想法 如果当年叶家 来跟我妈道一声歉 她胸中烟郁的闷气 是不是就能消解一些 那她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快得病 是不是就能多活一些日子 话音一落 她便红了眼眶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看着叶青梅 那略显单薄的身影 林雨说不出的心疼 感觉失去父母的她 宛如是江河里面 一株浮平 无依无靠 公道歉不行啊 我觉得你爸和你爷爷 最起码得去你妈的灵魅前面 磕三个想投谢罪 以为阿姨在天之灵啊 林雨轻轻地摇摇头说道 叶青梅的身子一颤 狠狠说道 我也有过这种想法 也想让那个傅心汉和狐狸精 到我妈分前磕头谢罪 但是 这永远都是不可能的 那不一定 说不定哪一天 她幡然悔悟 觉得自己罪大恶极了 主动要给你妈妈磕头谢罪呢 林雨笑眯眯地说道 她心里面突然有了主意 如果叶家能答应自己 这个要求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给他们治病呢 不会的 那种人 没有人性的 叶青梅轻轻地摇了摇头 苦笑了一声 连自己亲生的女儿 是生是死都不闻不问的人 又怎么可能会 幡然悔悟呢 这个时候 叶青梅的手机 突然响起来 她接起电话 说了两句 接着用手捂住手机 冲林雨询问道 何老师 你还记得上次那个实习的小姑娘吗 她现在正拿电话问我呢 你觉得怎么样 还满意吗 瞧你 你要不说我还忘了 林雨一拍脑袋 顿时想起来 孙千千是吧 今年毕业来着 对吗 我看过她发的资料了 还不错 行 让她过来吧 叶青梅随后 便把医馆的地址 发给了孙千千 跟着林雨一起回到医馆 打算一起去看看 林雨和叶青梅 刚到医馆没一会儿 一个背着书包 年轻靓丽的小姑娘 便来到了 看到林雨和叶青梅 赶紧打了个招呼 叶老师好 何老师好 怎么样 以前给人看过病吗 林雨打亮了一笑孙千千 发现这小姑娘 长得还挺漂亮 两只大眼睛扑扑扑扑的 浑身充满了活力 正好能缓解一下 她医馆里沉闷的氛围 看过一些 但都是瞎看 孙千千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何老师 你可别听她谦虚 这小姑娘可厉害着呢 是这阶内定的优秀毕业生 叶青梅极力地和林雨推荐 哦 是吗 那今天由你来做什么 林雨笑眯眯地说道 啊 我 孙千千已经慌忙摆手 啊 我不行 我不行 其实啊 她真给人看病并没有多少次 而且都是些亲戚朋友之类的 并没有真正的实践过 这一来一管 林雨就让她给别人看病 她难免有些胆怯 我问你 各个教材的知识点都记牢了吗 林雨问道 嗯 这个倒是记牢了 你要是不信 可以考考我 孙千千自信地说道 那就行了呀 来 直接开始看病吧 说着林雨指了只枕桌后面的椅子 示意她坐过去 孙千千呢 有些紧张 犹豫了一下 便没有再推辞了 直接走了过去 回声堂这一开门 没多时便有几个病人来了 林雨冲他们坐了一个请的姿势 说道 今天坐诊的是这位孙大夫 孙千千面色不由微微一红 几个病人也有些不可置信 但是见林雨肯定地点点头 便走过去 让孙千千替他们把脉 大姐 您这是受疗后引发的感冒 我给你开个菊桑饮加石膏的方子 您喝上两剂便可痊愈 孙千千从容地帮眼前的大姐看完病 接着写起方子来 栗震生靠在一边的墙上 笑着点点头 心里想 这小姑娘看起病了 神色和先生倒是有几分相似 林雨笑而不语 这种小病再看不了 那就不用当医生了 看病的大姐抓了药走了之后 又过来了一个中年妇女 和孙千千说道 医生啊 我这身上肿得厉害 医生说是什么 年夜性水肿 去了很多医院也没看好 听说和神医医术高超 所以今天就来了 说话间 她有些稀奇地看了眼林雨 显然是想让林雨帮自己看病 阿姨 您身上有什么感觉 孙千千很老道地问道 这胳膊腿呀老是疼 天夜冷疼得就厉害 胸口也堵得慌 大小便呢也不太通畅 中年妇女说道 您张嘴我看看 孙千千说道 中年妇女赶紧张开了嘴 孙千千仔细地检查了一番 接着给那中年妇女 拔起脉来 林雨笑眯眯地望着她 很是期待 这个病她要是能看好的话 那就说明她的水平确实不俗 阿姨 您这病在中医上属于水气病 需要先服麻黄加树汤 消肿止痛 三剂之后 再服令龟树干汤善后 孙千千边说边写好方子 中年妇女有些不太相信地 看了林雨一眼 林雨冲她点点头笑着说 您放心吧 放心喝 换座我给您看 也是这个方子 中医妇女这才赶紧和孙千千道谢 拿着方子走了 这小徒弟不错 我说了 林雨看着孙千千笑呵呵地说道 怪不得叶青梅如此夸她 确实天资过人 张仲景水气病天 并没有提到麻黄加树汤 没想到她竟然会 因证失药 这个时候外边突然停下了一辆挂有外地牌照的香槟色宝马气息 车上下来的正是刚刚才去找过叶青梅的老满和叶上杰 老满的手里还抱着一尊椰子大小的玉观音 是她和叶上杰刚去玉器店里买的 是这儿吗 回声堂 叶上杰把墨镜往下一推 抬头看了一眼 就是这儿没错 老满点点头 接着两人便走进去 因为他们的目光全都被桌上的孙千千给吸引了 并没有注意到坐在墙边上的叶青梅和淋雨 这俩人都颇有些惊讶呀 没想到这个医馆里面竟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医生 喂 小姑娘 你们这儿是有位叫何家荣的医生吗 叶上杰在孙千千身上打亮了一下 笑咪咪地问道 孙千千呢 看了一眼椅子上的淋雨 刚要说话 丽震生率先走出来 冷声说道 你们是什么人啊 找我们先生做什么呀 丽震生一看这俩人的模样 感觉就不像什么好人 出于严谨 并没有直接告诉他们 谁是何家荣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我们下集完毕 我们下集完毕 我们下集完毕